说起球星换队,在现在这个几乎没有一生一成的年代就非常正常了。 而NBA有些球员则是频繁换队,而有一位球星换队就更加频繁了,几乎一年一支球队,那就是迈克尔·比斯利·杜兰特发小,曾经榜眼秀比斯利在08年,以榜眼秀的身份被热火队选中,在新秀赛季就能砍下场均13.9分54篮板的数据,而比斯利同时也是杜兰特的发小,两人的关系非常好,经常在一起打球。 从网上公布的单挑视频来看,杜兰特和比斯利两人几乎是互报,谁也防不住谁,而比斯利甚至还占了上风,成流浪汉,11年换12支球队。 比斯利的NBA生涯和杜兰特却是天壤之别,一个是联盟领尖巨星,拿到两次总决赛FMV而另一个却成了流浪汉,比斯利自从08年开始就频繁换队,08-10赛季比斯利在热火队,10年被交易到了森林郎。 10-12赛季的比斯利在森林郎度过,第一个赛季比斯利能拿到场均19.2分5.6篮板的数据,在合同结束后森林郎没有和比斯利续约。 112年,比斯利和太阳达成了1分3年1800万的合同,但是在12年8月私藏大麻被逮捕,13年太阳队才调了比斯利,13年比斯利以一份一年104万的无保障合同重回热火队,并在赛季中期转为全额保障合同。 在热火的这个赛季比斯利场均只有8分3个篮板,14年9月26日辉雄宣布和比斯利签订了一份无保障的合同,但是仅仅过了半个月比斯利就被裁了,一场比赛都没打,无人签约。 转战CBA14年CBA上海大鲨鱼和比斯利签订了一份一年的合同,15年山东高速又宣布签下比斯利,并且比斯利获得了CBA1516赛季的常规赛MVP。 在CBA赛季结束期间,比斯利那两年又分别加盟了热火和火箭队,在火箭队的20场比赛中命中率达到了52.2整除16年9月比斯利被火箭队交易到了雄鹿队,在雄鹿的这年比斯利还曾经拿到过32分10篮板的数据。 17年8月尼克斯宣布和比斯利打成了一份一年的底薪合同,比斯利栽上各赛季场军22分钟的时间里可以拿到13,2分5.6篮板1.7助攻的数据,如果换算成36分钟就是21加9的数据了。 今年胡人队又宣布和比斯利签订了一份一年350万美元的合同,350万美元也是比斯利自从太阳赛季后年薪最高的一个赛季了,但是仅一年的合同,很可能比斯利下个赛季又要换队了。 如果算上辉熊队和两支CBA球队,那么比斯利从09年开始至今,在这11年时间换了12支球队,而和杜兰特齐名的篮球少年,如今命运却是天壤之别。 个人觉得比斯利的进攻不差,主要的问题是场外因素和防守。 和杜兰特区 和杜兰特区 醒唯语 口语 灯